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是星期二9月17号,东方也是星期二9月17号,感谢赞美主,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星期一9月16号的信息,从主而来,感谢赞美主,大家要记得,我们要永远的感恩,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永远的走真一路,永远爱神爱人, 要记得,我们要陪伴着主耶稣,追随着主耶稣,感谢赞美主,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天父天子圣灵 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了灵命之良,弟弟华腔先来的,谢谢弟弟华腔,也谢谢Kelvin每天Upload在YouTube里面 那今天要不然我先分享一下,我们本来是说星期准备 西方是星期二,东方星期三回家,对不对 大家说Lily,你讲这样的话,一定还有一个改变了 OK,那现在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就是说,有一点,就是昨天嘛 我现在讲的是昨天看到的意象,神给我们的信息 所以,最初呢,是这样,大家可以看第二那边 有一个年轻的姐妹,看到一个年轻的姐妹 那个姐妹呢,如果没错是一样的,那前两天呢,就看到她 搭上一个leder,一个矮矮,不是很高,最后三段的那个leder 三个三层的leder,她搭上去最高一层了,因为我们要到 以前有看过最高的三层了,所以我看到她要搭上 就是搭上最高的一层,那就认为说就是最后一个台阶了 后来呢,就是昨天早上我就看到,看到她什么凌晨 看到她从,就是说在bench top那边,有那个topping board 大家知道topping board,就是切拆那个绑子,切拆那个木板 就把她从bench top那边拿下来,她赶紧蹲下去 赶紧蹲下去,拿着那个木板蹲下去,蹲下去 差不多在在抽屉,第二个抽屉的那个一样的频度 那我就说,怎么本来是在bench top高高的,为什么把她拿着低一点 那就不对了,就有点害怕了,我说主啊,主是本来是已经到了最高的台阶了 已经要回家,怎么又把她抬下来,OK,就有点紧张 那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就看到什么呢,那个异乡在哪里 就是在石上那边,在石上那边那个异乡看到 不是石上,没有,在地区那边看到四粒的那个洋葱 大粒的洋葱,这个洋葱是圣白的颜色 很白,很漂亮的洋葱,OK,就一粒一粒的葱 然后旁边有两条的小的茄,人家叫黄瓜,OK 很小的,我们这边在哪里叫做mini cucumber 所以我想到,怎么有四粒这么大粒,这么漂亮的那个alien 又旁边有两条mini cucumber mini cucumber可以说代表这两天回家的两天 但是这个,这个阿宁这么大粒 这么大粒,没有可能代表一粒代表一天 所以我就很慌张了 我就一直追问,神一直追问,追问 主啊,主啊,我说大概阿宾可以了解我 阿宾经过这么多,一光又一光 他了解大余的感受,他也大身体不好 那现在阿宾回家跟主在一起了,圆圆享受了 那我在这边在想,昨天好像有跟大家分享了 突然间又说到那东方那边,马来西亚那边 他们出兵的时候,家人有寄一些照片过来 谢谢四妹,还有弟弟啊,还有我的弟弟也 他们都很努力,还有家人大大小小都出兵室 而且也送给我照片这些,感谢三妹 就在当中,他们大概在墓上上面了 OK,那个光幕要已经要买了 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听到阿宾 就是感觉会感觉到他来见我 他的灵来见我 然后他就听到他讲 姨,姨,他通常是叫我叫大姨 他讲姨,我相信他讲姨是因为这个信息 要给我妹妹,也给我们妹妹 他们,他就讲姨不要当心 他讲姨不要当心 OK,我讲什么,姨不用当心 有的吃又有的玩 然后他非常开心的笑着 有的吃又有的玩 然后他就讲他很开心 然后就感觉到他的灵就像 很快的走开了 OK,感谢三妹 就是叫我们大家不要当心 他很开心现在 OK,很幸福 以主耶稣在一起直到永恒 那我当早也是可以想象得到 因为我去过新天心地 看到他的家 他现在已经遗嘱在一起 而且呢 也见到我的二妹 他的妈妈 还有他 他曾经 他的姐姐 第一个姐姐出生 就被医生弄弄掉了 所以那个姐姐 他也是应该叫他姐姐了 所以跟他们在一起 而且我的亲戚朋友们 家人 爸爸妈妈很多都在那边 我妈妈很照顾他的 所以现在也看到我的妈妈了 所以跟他们一起了 非常开心 其实在一起的 那些屋子都是差不多 所以一起我差不多知道 所以我可以讲说我看到 所以是很近的 不如很远的 大概我妈妈的就比较远一点了 我上一次要去找他 真的蛮远的 但是我们这一群人都在附近而已 很近的 我们就在 好像Kelvin的屋子 就在我的旁边 还有 阿兵阿近的也是很近的 很近我 我以后要去住的地方 所以呢 感谢张美主 我们一起了 以后都是邻居 都是邻居 不会很远的 除非 怎样讲 我相信都是在一起了 OK 感谢张美主 好 我们继续努 接下来还有就是一直到我头脑要讲 就是很多之前看到大家是condominion 我相信大家都努力 现在你的屋子很大了 而且你的风景又更加美丽了 感谢张美主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活的上帝 所以好像我们的名字在生命车里面 如果接近主 他的名字就在那边 如果退出去了 那名字就消失了 这是活的 什么都是活的 在神的国度里面 然后接下来 然后我就一直追问 追问神 最后过了几个小时 我也在做很多功课 做我想几个小时的功课 然后又追问 最后呢 怎样呢 最后就到 我做功课的时候 我就翻去一面 我不是之前一直看到 9月7号 9月7号 不是9月7号 9797 97 7997 那我给我聪明智慧 就是最早 最早之前看到的一项 也是在9月7号哪一天 就是五六了 什么五六了 五个星期六 这是五个Shabbat 就是五个安息日 五个安息日 然后又想起 我的孙子有一天 我跟他在一起 他说 他说妈妈 从三天那边收到信息 Receive message from God 然后他讲Shabbat the Feast 他讲第五个Shabbat OK 那就想起 那9月7号那一天 有看到五六了 五六了 就是五个Shabbat 然后他又讲说 Shabbat the Feast 第五个Shabbat 那我就做功课回去看 那是我的孙子讲 Shabbat the Feast 是在八月三十一号 对不起 忘记写下日子 是八月三十一号看到 八月三十一号 那之后呢 9月7号就看到五六了 五个星期六五个Shabbat 然后又看到灯关 有没有大家看旁边那边 然后有写着十 然后又九跟十的中间 意思讲九月跟十月的中间当中 OK就有开始于九月 往在十月里面往了 那当中呢 就是我们要回家的时候 OK 这是那些时候 然后又看到SS 就是星期六 或者星期日 然后有七六 我相信讲说星期日就是六号 还有接下来22 23一直看到的 那什么22 23呢 那当然后来我就知道说 是从16号 9月16号到7 10月7号 是22天 这是之后才知道了 还有93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现在 昨天是16号 今天17号 就从17号开始 加13天 就是30号 就是9月晚了 9月的里面还有13天 就是今天算几 因为我看到意义上说 今天算几 就是13 13再加9 13加9就是22了 所以就是差不多8号 9号这样 东西这样 好接下来看到13 11 我想这个13 就是停止了 停止 这是粉红色 粉红色是在9月 13还有13天 13天就粉红色就停止 9月就停止 OK 接下来就到10月了 就是回家的时间 然后讲说something good 就是好的东西来了 有好的东西来了 大家都知道 好的东西就是回家了 好 接下来又看到两个零 然后写着G 上帝的手在写着G G就是大日子 然后有两个元签 就是我相信就是讲东方西方 东方8号西方9号 就是以前 不是有几次看到8、9 而且联合在一起的 认为说已经过了 但是曾经听到声音说 8跟9是什么 然后讲8跟9就是回家 对不对 那我们后来变成等到9月17、18 对不对 但是现在又回去8号、9号了 那大家说 莉莉怎么会这样呢 大家之后我有看到一个异想 好吗 就是看到异想 开了洋葱之后 然后mini cucumber之后 过了我想几个小时 没有没有 这很快很快就看到另外一个异想 是什么呢 就是看到很漂亮的画面 真的很清楚的 就是很多小异想 很多小异想 小异想到最后一个小异想呢 就看到一只小猫 小猫看到它爬上来 OK 就是放声给我看到 这只小猫 非常漂亮的一只小猫 是有点黑色的 有一点白色 这个白色带有银色的 就是救恩了 那个小猫就这样上来 给我看到放声 然后它这个小猫呢 就看着我 看着我在笑 这样看着我 就是到这边 什么叫做 它为什么会看到小猫呢 小猫大家都知道 英语有一个成语 就是说 Don't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Cat out of the bag 就是说地面露出来啦 OK 通常我们讲 不要让地面露出来 当那个猫从袋子里面 从包包里面 袋子里面跑出来 就是地面露出来了 好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路来 神也有给我们看到这些异象 但是他就是不给地面 给我们知道 所以很多遗想 一直在遮开 其实他的地面 这个猫已经不在袋子里面了 但是他是用遗想 一直遮盖遮盖遮盖 不让我看到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看到 虽然在前面还是没有看到 所以就是神把他遮盖起来 不给我看到 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要经过很多的考验考试 今天的灵命之良 也是讲到试炼 然后试炼 等下再读 那么要经过很多遗想 一直遮盖遮盖到最后 就让我们知道神的秘密 好 我讲到这边再继续 也有看到蓝色的线 然后又看到蓝色线线 就是今天可以看得出来 是讲说三个星期了 要到三个星期之后 我们就是回家了 然后就9月8号那一天 9月8号那一天 看到的一项 也是配合神给我们知道的秘密 那我等下再讲 那先进入灵命之良 要不然我继续 OK 9月8号 大家可以回去看 就是写着11 13了 然后5对不对 那11就是代表背题 13就是9月 现在今天 因为有看到一项说 今天算起嘛 就是9月16号 9月17号 再加13 就是9月30号了 9月完了 然后又进入 就是3 3加5呢 就是8 OK 就是这个月过后 还要到8号 OK 8号就是完了 然后5那边 有一条青色的线上去 对不对 就讲上去了 然后也有看到8 对不对 也有看到8 就是3加5 就是8嘛 然后有看到5 两条线下来 4 5 1 中间两条线下来 就是11 就是背题 5 15 那 45就是安息 就是星期六 然后5呢 就是5个星期六 OK 5个星期六 5个安息 5个星期六 安息字 好 又看到 3 3现在 今天算起 就是3个星期 所以神已经准备在那边 给我们知道 倒是他没有露出来 因为这是准备 准备 现在今天 我们才知道的信息 他已经 你看可以看到他 写着3 还有其他都是说 看到这个 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 算起是3个星期 OK 就从今天开始 3个星期 我们就是回家了 这是秘密 秘密已经露出来了 可以看到那是猫了 而且是最后一个遗伤 遮盖的遗伤是最后一个 所以这一次是非常确定的 神的秘密给我们知道了 为什么神最后给我们知道 他的秘密呢 因为大家坚持到最后 因为大家经过很多很多的考试 叫上 Kelvin的弟兄 我们的弟兄 他做了一个梦 经过很多很多的考试 坚持到最后 所以到最后那个遗伤 猫就跑出来给我们看到了 OK 秘密就出来了 好 接下来也有看到 N on 012 什么是N呢 什么说最后是012呢 大家如果看字笠 我上面有画着那个字笠 在10月 下面是10月 上面是9月 下面是10月 1号 2号 3号 然后到6号 7号 8号 9号 10 11 12 OK 是最后一个星期里面的最后一天 所以他边这边讲说这个被提的一天 这个星期是最后一天是12号 OK 12号 刚刚好配合 对不对 12号 但是那个是第六个安息 我们没有到第六个安息了 还有接下来有看到五个方格 这个也是带领我给我很大的 怎样 给我很大的秘密 就是我就回去算啊 这些看到 哇 真的是在这边了 然后看到22 那这边有五个方格 那是他从乱运塞这边过来 是第二个方格 那第二个方格就是哪里呢 好 第二个方格 22 22 在第二个方格算起 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从第五个Shabbat算起 对不对 9月 9月Shabbat之后算起 那就是9月7号算起 那就8号9号 那个是第一个星期 OK 第一个星期 那第二个星期 第一个星期 第二个column 第二个四方形 就是第三个星期算起 那第二个星期算起 OK 第二十二 就22天 OK 22天 所以算起来 就是在9月10月的8号9号了 OK 算起 那16号到26号是11天 然后27号到7号 又11天22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之后看到的意向来肯定 好 接下来有看到27 27不是27号 27是两个星期 OK 然后又一个7就是另外一个星期 就是三个星期 然后是6了 又又看到6 6就是安息星期六 OK 就是讲到在这边星期六 在这边安息日 算看看安息日 好 接下来有看到SF56 对不对 大家如果看那个安息日第五个 安息日就是5号 OK 5号星期这就是6号了 就是SF56 就是第五个安息 6就是安息对不对 5就是第五个安息 就是Shabbat 的Face 那56就是的意思 就是Shabbat 的Face 就是第五个安息了 就是神给我孙子的那个信息 还有之后有看到16 对不对 那就是9月16号算起 我们的16号算起呢 到最后那边到最后的两天 那是orange color 那有一条error就键上去那边没有写东西 对不对 那就是166了 16再加6就是22天 OK 就是从16号开始呢 9月16号开始算起22天 是22从9月16号算起22天 就到这个被提的日子 就是8号9号 之前一直看到8号9号 是青色的青色的字 对不对 青色的 然后连接起来的 大家都记得了 好 现在进去里面 这样就从这边呢 可以看到 那9月16号 是昨天星期一 神给我看到更多的意向 就是配合 OK 就是配合什么 配合 刚才讲的了 还有很多都是配合 但是我没有地方放 而且功课做了 又很 就是很了 就是知道了 OK 都写在那里 当时没本事 画在一面里面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感谢赵梅酒 好 我们就读李明治良 我会接下去 李明治良是讲经过试验 经过试验 那我们他是选在 经文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 好 我们就读信心和忍耐 我们要有信心神在训练我们的信心 在训练我们的忍耐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经过这些考试 就是训练我们的信心 训练我们的忍耐 看我们的忍耐有多少 看我们的信心有多少 看我们对主的信心 对主的信开 胜负 对主的爱 爱主有多深 这些都是考试 OK 第二节开始 我的弟兄姐妹 当你们遭遇各种磨炼的时候 都要认为是喜乐的事 第三节要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考验会产生艰难 就像大家两年了 每一天都很努力的听敬主 爱主 而且听神的信息 OK 每一天都走过 OK 当时每一次讲 要回家 又没有回家 回家 当时这些大家都 信心更加坚强 不容易放弃了 不要放弃 大家都有聪明的头脑 知道说 时间是越来越近 而且会有聪明的头脑 想到 怎么可能 莉莉会讲偏话 每天看到这么多信息 到今天两年了 还是继续 叫做那天 远方讲的 OK 如果是不是真的话 那早就放弃了 早就没有这些意向 根本就不可能 画出这些信息来 OK 第四节 你们要坚忍到底 使你们纯传 纯传就是纯洁 完美啊 这意思 而且完备呢 毫无缺乏 毫无缺 缺 罚 对 第五 如果你们随 我就接下去 第五节了 如果你们随 缺乏智慧的话 就应当 慷慨 施恩 OK Generously 然后 我们祈求的话 三地必赐给我们 这位 好 第六节到第八节 当他要凭信心 毫无疑惑的 祈求 当时我们 要祷告啊 不要疑惑 不要怀疑 就抱着这份信心 说 我向主 祈求 问主是真的 还是假的 神一定会 给我知道了 所以防止都要 祷告 不要像一些人 没有祷告 就放弃了 历历一定 斩片 没有可能 因为我看到 这个世界有多美啊 我的钱就存了 这么多 为什么要放弃 这个世界啊 那就很难了 接下来 因为疑惑 这人伤心良意 疑惑 这人怀疑 这人是伤心良意 大家要相信 还是不相信 要伤心 还是不相信 但是又没有祷告 一定要祷告 迫切的祷告 神一定会 实现 给聪明智慧的 那行事 唯一人没有定见 行事 唯一人没有定见 就是有听到 没有行到 就像海上水中风 飘的波浪一样 这种人从神哪里 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接下来 他讲 卑微的弟兄 要高升 卑微的弟兄 好像我们这些 在世界没有名分的 我们会 神会高升我们 然后raise others up 应当快乐 弟子节 富有的弟兄 降悲 就是have to lower the status 如果你是很有钱 就不要骄傲 要谦卑了 也要快乐 因为他会 为什么呢 因为人就是像花草一样 很快就消失了 OK 那我不接下去就到这边 感谢赞美主 好 礼命之良 礼命讲什么呢 就讲说 我们愿意不一见失恋 苦难 挫折 愿意 防射都顺利平安 然而 这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不一定有益处的 我们远远在幼稚里面 不长大 像baby一样 OK 很暖落 属灵上很暖落 这也是使我们在今世 没有用处 将来也得不到奖赏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要经过这些苦练呢 OK 就是锻炼我们成长 达到更高的目的 那是要让我们成为珍贵的器具 有能够在果神的果度里面 使用做完 做光 如果不经过这些苦练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痛苦的滋味 而且甚至流血流泪 都不能够达到 达到所预期的目标 所以我们要让神使用的话 我们一定要让主来锻炼我们 来考验我们 所以当世界直接考验当中 好事当中呢 我们向全就会成功了 就会达到神的目的 我们接下去 在这些试炼当中 最重要的是 信心经过试验 因为信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基础跟动力 信心软络摇动什么都折灭掉 停顿了 只有兼顾信心才能够使我们往前走 往前进 以神有更亲切的交通 得到更大的恩典 做出更好的见证 但这个信心的应用是试炼 只有试炼才能够使信心变为精明的精 精炼的精 除去杂志成为刚强 伸出忍耐力 如果不忍耐到底不能够成熟 就有缺乏了 以后还得再经过试炼 直到忍耐完成他的工作 使我们不再有怀疑 不再发诺言 不再急躁 急躁很容易生气 而就不会如果我们经过这些 这些神给我们的属灵上的训练 属灵上的试炼 练习的练 试炼的话 那我们就会成熟了 不然就有这个serve control 有这个控制力 没有要生气就生气 这些就会比较平静平安 而且头脑会多用一点 嘴巴少讲一点 感谢小美酒 这边讲到 那我们极其的安静顺服 等候一切 愿神的旨意成就 OK 好 这边也可以讲说 今天的一首歌 就是一粒麦子 OK 要在埋在地里成长了 实际上自己作为伙计了 才能够献上给主使用 带领人往向神的果度 感谢小美酒 好 那我今天呢 大家看第一那边 第一是昨天早上六点的时候 看到什么呢 看到主耶稣的手 就是上帝的手 就是 其实常常看到圣灵 主耶稣 因为我们的属灵方面 我们每一天都是跟主亲近的 当然圣灵就是主耶稣的灵 好 就看到手这样形成一个灵 然后又有一个一 OK 就是这个一呢 我相信就是讲说最后一个台阶 就进入这个天路 天路这个标杆回家 所以有一个一 而且也是代表一个一一个零 也是十月了 十 好 接下来也是完成 完整 十是完整了 完成了 好 之后看到十七点一 OK 十七一 那我写十七一 对啊 意思one finishing 十七是我们准备要回家的西方十七号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不是十七号回 然后写着十七一 有一个圆签 那就怪了 那时候就在怀疑了 这是不是还有一个台阶 一 然后一个椭圆形包围 那就是one finishing 这十七号开始 就到最后一个台阶 那到底有几天呢 就有一点紧张 起初认为是几天 当时后来知道 不是几天 是三个星期 OK 不要紧 神已经很怜悩了 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恩惠了 就是给我们知道他的秘密了 然后他被我写着conclusion 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Going home回家 什么时候呢 是十月八号九号 OK 那时候来写的 那第二那边我讲了 这个这个姐妹 他从那个bench上拿着那个topping board 就跑下来 针在那边躲起来 躲起来 为什么躲起来 因为他知道 圣灵知道 就是圣灵给我们看到了 圣灵知道说 这一次到了 Lily又在崩溃了 所以圣灵就拿着 给我看到这个topping board 就赶紧拿着躲起来 又在又在 又在什么了 大家都清楚了 真的很可爱 大家如果大家跟主每天走的话 我跟你讲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每天我讲信息都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虽然我每天都很忙很忙 眼睛又不清楚 所以很挣扎 你知道每天要讲这些信息 我就很挣扎 但是圣灵就说 继续努力 你能够的 你能够的 一直给我鼓励打去 叫做阿兵讲说 大姨加油 加油 其实阿兵是讲大家 不只是我而已 就是叫大家加油 加油 好 接下来 如果亲近主的话 就可以想到 主真的是我们的朋友 真的 OK 但是我们这个主 主是我们的朋友 这位朋友 是永恒的 是非常非常 不是在世上 你找得到这种的朋友 真的是恩友 就是而且富有忍耐 怎样讲 忍耐了解我们 就好像说 他知道我会崩溃了 但是神就有最 最怎样讲 一种方式来使我开心 OK 就知道说不要崩溃 Lily OK 我要跟你讲 这一次真的 秘密大大的实现给你们了 OK 好 我是跟主说 主啊 如果你没有给我一个答案 我怎样去向大家 大家怎样 讲清楚呢 讲明呢 怎样跟大家 大家去解释呢 怎样了 主 我怎样记下去 我不能够这样下去 所以主当然早就知道了 知道我会怎样的感觉 我会讲什么话 他都知道 OK 第三那边是看到主的手呢 就两到两条这样 Tap 这样Tap 两条 那时候我认为是最后两天了 不是啊 好 接下来就看到 好像我们没听话的真了 有一个方格 一个方格 对不对 那一个方格 他写着14 然后有个圆签 画起来 14一个圆签 那一个圆签 就是讲到时间 对不对 时间是一个圆签 那14天好 那时候认为说 16再加14 就是30日9月30号呢 后来才知道 还有一个7 那就之前有看到 以上3week 就是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 对不对 OK 三个星期 我忘记去查是哪一天 然后看到这个信息 这个意向 好 就前几天而已 好 接下来第五呢 看到了14 就是到9月30号之后 当然还有一个星期了 认为是9月30号 然后写着4的 是怎样 4的 然后4的 4是9话 的是8话 全部加起来是17 OK 然后也是8 9也是10月 8、9是回家的 回家的一天 OK 那接下来 8加9是17 又看到17 那17刚刚配合 星期二17号 认为那时候 又对又不对 又对又不对 到底是哪一个呢 OK 那接下来 第六那边就看到 我照顾我的孙子 孙子睡到我身上了 我就看到一个 就是每一次要跟大家讲话 哪一个就压到哪一个了 然后就看到我的四妹的 四妹的名字 然后她的画面是一半而已粉红色 我就在想说 怎么是一半粉红色 那中间那一条线 还有下面那个ABC 你要抬下去那个是粉红色 所以我在想说 为什么不是重部粉红色呢 OK 还有一个这个粉红色很有可能就是到9月30号而已 那接下来大概是又进去蓝色还是青色 其实我们这个蓝色也是走过了 还有没有没有 天赋给我们看到是蓝色的画面 写着阿爸夫妇 然后写着六对不对 就是Shabbat 不知道这个蓝色是继续到最后一天 那第七那边就我讲过了 那个洋葱 好第八那边就看又看到26 一直看到26 到底什么 为什么一直看到26 是不是到26号 如果9月26号的话 就还可以 OK 倒是不要紧 26 那后来知道是26是2乘6 就是12天 OK 然后又看到9 12天再加9的话 就是21天 21天就是三个星期 OK 所以再跟我们讲说三个星期 OK 好第九那边就看到主耶稣最后两个手指 亮光的光照着他的最后两个手指 然后两个手指又再动动一下 为一动动一下 就是我相信就是讲说最后一个台阶了 最后一个台阶了 然后就看到主耶稣的手形成 大拇指跟第一个手指形成一个零 然后后面有三个手指给我看到 是什么呢 最后三个手指就是说三个星期就到零了 不是三天 三个星期就到零了 好第四那边 现在学聪明一点 就时常 可以讲时间把它拉长 本来一路来认为说一个手指代表一天 现在可以想说代表一个星期了 就给自己多一点安慰 是不是啊 也不能够这样 对不对 就是要听着圣灵在怎样教导我们 我们就怎样走了 不能够自作聪明的 好第四那边 就算一个小碗 哎呀温西花 青色 是青色的小BB的小碗 里面有两粒葡萄 这边有长形的葡萄 不知道马来西亚中文 长形的葡萄是红色的葡萄 然后旁边有一点灰色这样 那是最重要是这两条 这个红色的葡萄 OK 然后又看到202 为什么有202呢 什么意思呢 两粒葡萄不容易 这两粒葡萄呢 不可能是最 达到最后的两天 那是红色的 所以这两个一起就是代表11 OK 11 然后看到意向202 就是有两个11 就是两个11 就是22天了 22天后面的02 就是到这最后的两天 OK 最后的两天 好 接下来呢 神 我就那时候功课又做了 这个意向是比较早看的 然后功课又做了 几个小时之后 然后神 跟神说 神啊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确定 我们不能够这样 我真的神啊 你一定要给我确定 虽然我功课也做了 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但是我要 希望主啊 你给我一个肯定 好不好 一个confirmation 然后真的 神就给我看到什么 不是很大 就是比较小的意向 就是给我一个 一个线索 就是一个肯定 一个肯定的线索 就是这个时钟 在11点 其实在11点的单位 写着11 两个11 两个11 就知道说22了 然后又看到22 又旁边那边写着2 那就是要16号开始22天 然后那个2呢 就是8号9号 这两天了 OK 之后也看到166 所以就这样 大家可以知道 和 conclude 说是10月8号9号回家 还有一个就是 我干脆在讲话 我忘记了 突然间在我前面 有一个青色的 青色的光 就是从下面到上面 一大把这样上去 眼睛上大大的看到 就是说要上去了 就是说Lily 你得到的是正确的了 要回家了 好 还有一个就是前几天看到 忘记讲 而且没有话下去 就是14那边 是我相信这是讲到 被提之后 这些留下来的人 就给我看到一个年轻人 差不多20多岁这样的女的 他就哭哭的很气场 因为他被留下来了 他哭哭到鼻子 鼻水一直在流 就在我前面的前面 我相信这个呢 不一定跟我有一点关系 大概是uping他们的朋友 还是我的亲戚 里面当中 或者是认识的 他就是很近很近 我一直在哭 我一直在哭 但是我不真的这个人 然后OK 大概是我没有真正看见 还是亲戚朋友 很久没有看到 不真的了 不真的 好 接下来就看到一个男生 或者是主内弟兄 也是一样的 一个男生 他就一直跌倒跌倒 从楼梯那边 一直跌下去 跌下去 跌下去 就是说被跌之后留下来 是不是有些人会跌倒呢 鼠林上会跌倒呢 所以大家要记得 为家里亲戚朋友们祷告 希望他们如果被 希望他们被跌 如果留下来的话 他们的鼠林的生命 也会继续向前走 不要向后退 不要跌倒 OK 讲到这边 大家 我们自然还有三个星期 那家里的人 还没有准备好的话 还没有准备自己走 这一轮没有准备说真的 心不要在这个世界 准备大家心不要在这个世界 主要有读书要工作 当然也要去做 但是心不要在这个世界 就不要再想着 OK 世界上有多好 要多赚一点钱 一直每天烦恼钱 每一天烦恼功课 每一天烦恼 这个那个 烦恼就是一个罪 所以如果为这个烦恼 为那个烦恼 也就是心在这个世界了 OK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不能够追随这世界的东西 有功课要做就要做 有考试就去考 有工作就去做 但是不要去烦恼 不用去当心 因为我们知道日子很短了 我们就要回家了 如果这又在烦恼的话 就是没有这个心心 就是你把你的心在这个世界 你计划很久 很久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上 那有很肯定的就会被留下来 所以就讲到心不要在这个世界 就每一天仰望就每一天爱神爱人 一直跟主到天家 感谢赵美祖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剩下三个星期 OK 东方九号十月九号 我们西方是十月八号 这个已经肯定了 那个猫已经看到了 而且遗伤是最后一个遗伤了 感谢赵美祖大家继续努力 阿们 还有一件事情忘记讲了 大家可以看我画下来的资历上面 那讲说九月三十号 就是Rosh Hashanah 九月三十号 我们之前有看到三十很大字 而且一直讲到两个星期之后 就是九月三十号 那是Rosh Hashanah Rosh Hashanah就是以色列人的新年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犹太族的新年 OK 那第五个Shabbat 第五个Shabbat就是十月五号 叫做Shabbat Shab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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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habbat Shabbat 是一个很特别的安西字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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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